很重很重 了解他們的需要 然後給他們希望可以給他們 小朋友的互動有沒有最感動的moment 印象最深的 很多段像我們那個影片裡面 他們 你看他們好像 沒有東西吃喔 可是他們媽媽弄好 那個popcorn要給他們吃的時候 他們還是沒有桌子 沒有椅子他們乖乖的排隊 然後坐在就是蹲在地上 然後排得好好的 然後乖乖的吃 然後那個瞬間我就覺得 他們物資很缺乏 可是他們心裡卻是那麼的快樂 還有就是他們 你感覺到他需要什麼 可是他不知道 然後其實我覺得 那樣子是幸福的 我是有一個很深刻 因為他們那邊的建築物就是 就是有頂樓加蓋 但是用土蓋的 那其實 他們幾乎是也沒有什麼棉被 可能就是一些紙板 就蓋了就睡 然後一戶人家可能有超過 五到六個小孩 明巴哈杜他帶我到樓上 看他臥房的時候有一張床 他說是他哥哥結婚 才能睡床上 其他要睡地上 可是他說那張床已經空下來 他是透過翻譯跟我們講 因為他哥哥在巷口被車壓死 然後我是單親家庭長大 那他從小就沒有父親 你就可以感覺 媽媽的力量在那邊是 必須撐在那裡 他是跟我們威威到來 他孩子因為被車撞死 然後他要獨立 所以撫養不僅僅是明巴哈杜 還有他的姊姊 那那個母親的力量 你徹底在那邊 充分的體現那個母愛 然後他講話 他強忍不哭 然後那淚水一直是 感覺是往肚裡吞 然後他帶我們去 去看他每天砍財的地方 可能到市集去賣 可能沒有多少錢 可能也是以物換物 只是想要求 對 家人的溫飽而已 那 他說現在他可以睡床上 因為他哥哥離開 可是他是笑著這樣 你就會當下你會覺得太殘忍 好心疼 對 嗯 因為兩位是很虔誠的基督徒 那之前有朱美講語詩 就是他講到的方式比較特別 對 因為今天喔 是50週年 非常不容易的日子 那我也希望在這個場合 50週年 真是不容易 你知道我的意思 謝謝 謝謝 可以 謝謝 謝謝